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在这里 首先我很想多谢大会 给个机会我上台发言 我在这里 我很充心感多谢各位市民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 开始联储活动到现在 已经超过60万人的支持 这个正正就是反映了 香港市民的愤怒 大家说是吗 是 我作为一个青少年 作为一个学生 见到梁仲恒 尤惠正 他们在议会上面宣誓 这些这样不治 这些侮辱国家的行为 我为立法会感到担忧 到底我们的香港 怎么可以交给他们 怎么可以给他们带着我们的香港走 大家说是吗 是 我想说 他们并不代表所有年轻人 就算他们不想做中国人 都不可以侮辱我们中国人 大家说是吗 是 我透过法律行动 入品司法覆核 是包括上个星期一 和昨天 我分别入品了梁仲恒 尤惠正 和刘小丽 这一连串的行动 是因为我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 我相信香港还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我对香港的未来抱到希望 我认为这三个人 他们违反了基本法 所以他们是没有资格做立法会议员 而法庭会还我们一个公道 我相信我们的法庭 我相信香港的法律 希望透过司法覆核 守护我们香港 守护我们的议会 不会被这些不尊守基本法 不尊重国家的人 留在香港搞乱 大家说是吗 是 另外 我很想在这里习大家的力量 我们一起呼吁在立法会里面的梁君彦主席 一起呼吁她暂缓帮刘小丽进行监制 大家说好吗 好 好 我们就等法庭来裁决到底刘小丽 还有没有立法会议员的资格 大家说是吗 是 多谢大家 好 大家会不会支持这位年轻人 杰仔 好